这是一种神奇的药水 只要将其涂抹在喜欢的女孩子手上 上一秒还距离于千里之外的女神 下一秒就能对你头怀送抱任由摆布 不信邪的女孩专门拧开瓶子闻了一下 晚上便躺在床上燥热难耐肆意扭动 起身一看却发现有一只女鬼正趴在身下 一口气没缓过来就被活活吓死了 可想而知 这瓶射人心神的药水来源并不简单 传言它是游得到高僧逆滞而成 将怀胎十月女子的下巴用火炙烤 生生折磨其数十个小时 才能得到这样一瓶能够射人心魂的石油 可一旦使用不当 就会引来尸魂附身的惨痛悲剧 这天一名高僧乘船入境 却在海关处被人给拦截了下来 工作人员对着他包里的东西细细查看了一番 并没有发现任何一样 就在高僧正打算离开的时候 脖子上的链条却吸引了小哥的注意 无奈只能向他们介绍这是失传已久的石油 小哥们听闻后都十分兴奋 争先恐后想要一堵石油的风采 一旁的女同事因为实在好奇 不顾一旁高僧的劝阻 硬是将其放在鼻子处闻了一下 只觉得这味道十分的刺鼻 让人止不住地恶心想吐 女同事满脸嫌弃地将石油给递了出去 高僧拿回石油正打算离开 却被飞车挡从身后静止打晕在地 就连身上的东西也全都被搜刮走了 包括那瓶无数人争抢的石油 几经辗转 石油来到了一个小混混手中 她在听闻石油的奇特功效之后 并决意想要用其帮助好友阿雷 追求她梦寐以求的女神 据说只要将石油涂抹在女神身上 就能让她言听计从百依百顺 甚至还可以直接让人对她死心塌地 起初阿雷还不信这药水的神秘之处 以为朋友是特意用其来嘲笑自己 却还是在离开之前 伸手讨要了那瓶石油 阿雷的梦寐以求的女神 其实是她的同事小兰 不仅与人相处十分和善 而且肤白貌美大长腿 常常令人垂涎三尺 可长相一般的她并不敢上前搭讪 只能默默躲在一旁观察着小兰的一举一动 也是在这日复一日的注意中发现 小兰根本就不缺追求者 就连老板也常用色眯眯的眼神盯着她 不仅用奇怪的理由将人叫进办公室里 还隔三差五假借工作的名义将人约到酒吧 实则是想和她一起共进晚餐再干一些别的事 没想到小兰早就知道她的心思不简单 便提前叫上阿雷陪自己前往 老板一晚上的好心情再见到阿雷后消失殆尽 只好气急败坏的拂袖离开 为了感谢阿雷的帮助 小兰便想着要请人一起吃个饭 一听这话阿雷忍不住地点头 女神请吃饭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她妈撒着口袋中的石油若有所思 男人趁人不注意 准备往啤酒里加上几滴石油 谁知她一个手抖进到进去半瓶 啤酒瞬间就变得十分浑浊 可下一秒 杯子里的液体又变得纯净无比 刚好这时小兰回到座位上 阿雷便顺势将下了药的啤酒递了过去 不宜有她的小兰一喝 便立马察觉出这啤酒的口感不太对劲 心里有鬼的阿雷立马解释 这酒的口感就是这样的 为了不扫兴 小兰只好举起酒杯喝了起来 而在回去的路上 她就感觉浑身躁热难耐 双手不自觉地搭在大腿上 一个动作便让身旁的阿雷浮想连翩 耳边粗重的喘息声 更是令她把持不住自己 不想再忍下去的阿雷将车停在一边 环顾四周发现一个人都没有 便鼓足勇气将贤猪手搭在小兰的腿上 没想到此时的小兰突然恢复了意识 大喊着让她将手拿开 可阿雷此时要是乖乖听话赵总 就白费了那一整瓶室友了 于是她壮着胆子朝小兰轻身而去 想要趁机一轻方泽 没想到却被小兰用尽全力推开 语气相当不善地将人赶下了车 本以来阿雷看起来敦厚老实 对自己不会有非分之想 谁知她所做出的事情更加过分 自知搞砸了一切的阿雷想要和小兰道歉 可回应她的却只有汽车的尾气 意识到自己身体出状况的小兰想要开车离开 却突然感觉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身体的极度不是让她只能将车停在一旁 此时喉咙里似乎有东西要伸出来 一阵干呕之后 小兰竟从嘴里扯出了一缕长长的头发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身后就传来了阵阵阴风 鼓起勇气往后视镜一瞧 发现有一个长发女人正阴森森地盯着自己 小兰顿时被吓得失声尖叫 身后的阿雷连忙上前查看情况 没想到此刻的小兰像是换了个人一般 神色撩人地对着阿雷挑逗了起来 两三下就将人重新按回了车里 带着她体验了一场人生的乐趣 正当阿雷痴迷地向前侵蚀 突然意识到这手感有点不太对劲 睁眼一看当即被吓得屁滚尿流 温完可人的小兰怎么变成一个女鬼了 阿雷吓得四处逃窜 却被赶来的女鬼一把拖走 可事后的小兰却跟个没事人一般 如同往常一样开车回家 像是对刚刚发生的事情毫无印象 可抬头却发现 一个酷似自己的身影走进家门 小兰摇摇头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可这天晚上 诡异的事情却借连发生个不停 不仅在洗澡的时候看见女鬼朝她扑来 就连晚上睡觉也在不停地做噩梦 导致小兰一大早就无精打采 上班的时候还刚好碰见警察来调查情况 因为阿雷最后一个见到的人是她 无疑就被警方当成了嫌疑最大的人 面对机关枪一般的质询小兰反而显得有些局促不安 一旁的老板察觉到她的异常 连忙站出来为她打掩护 这才把警察给糊弄走了 可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 老板转头便向人发出了去酒店的邀约 小兰会前去赴约吗 猥琐老板垂涎女员工美色已久 于是趁着职务之便 将人约到了酒店吃饭 甚至还偷偷往饮料里下了猛药 想要借此对人图谋不轨 而此刻正在侃侃而谈的她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悄然而至 看着小兰因要笑发作浑身贪软无力 老板脸上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 连忙将人搬弄到床上 就在老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之时 小兰却突然清醒过来 化身为恶鬼压在老板身上 惊恐的面容让人不愿再多看一眼 老板也被吓得连衣服都来不及穿 光着身子就跑出了酒店 可等小兰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全然不济的刚才发生过的事情 记忆也只停留在老板想对自己图谋不轨 小兰心烦意乱地来到一家餐厅 却意外撞上了高中时暗恋的男神 两个人像年轻时一样把酒言欢 男神一把握住小兰的手 申请款款地表白称 自己会永远陪伴着她 以后要是有什么不开心的 也可以直接来找她 久违的关心让心绪不宁的小兰彻底破了房 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现在对男神依旧有好感 在确认男神目前单身的情况后 便半推半就地和人回了房间 接着又顺水推舟地发生了关系 而这一次 黑发女鬼并没有凭空出现 另一边老板因为在街上裸奔被警察抓了起来 可到了要审讯的时候 却发现她已经选择上吊自杀了 对此警察们都是百思不得其解 突然旁边传来一个老人的声音 正是那个携带石油入境的高僧 他老神在在地表示 老板的症状看起来是被石油里的女鬼缠身了 因为石油是从女人身上提取而成 残酷的提炼方式使其怨念颇深 虽说她有射人魂魄之小 可一旦使用不当就会惨遭冤魂的报复 而症状就刚好与眼前的老板无异 一听这话警察就精神了 连忙拿出身上的小瓶子询问石油是否就装在里面 原来警方一直觉得阿雷的失踪不简单 谁知不久后就接到她死亡的消息 而她身上正好就有这么一个瓶子 如今已清楚石油就是导致他们死亡的真凶 警察很快便将嫌疑锁定在小兰身上 怀疑是她使用了石油 可当警察将人请到审讯室时 却意外发现小兰对石油一问三不知 只是坦言自己也觉得最近发生的事情有些奇怪 总是会在脑海里浮现一些奇怪的片段 警察刚想上前询问一番 却被突然出现的女鬼吓得后退 此刻的她无比确信小兰被附身了 可目前并没有找到什么解决之法 见女鬼并没有要伤害小兰的意思 警察也只能嘱咐她最近注意安全 没事千万不要和人发生关系 一听这话的小兰有些心神不定 自己昨晚才刚和男神确认关系 不会今天就要替她收拾吧 从警局离开后她便马不停蹄来到男神家 却意外撞见了不堪入目的一幕 原来男神早已结婚 昨晚的那一番神情的告白 全都是她用来哄骗自己的招数 事到如今还能恬不知耻地邀请她一起加入 小兰想要给渣男点颜色瞧瞧 便欣然答应了她的请求 果然不出她所料 就在渣男飘飘欲仙的时候 女鬼出现了 两三下就送渣男去领了盒饭 这次小兰的记忆并没有丢失 她突然意识到女鬼的出现 都是在惩戒那些对感情不忠的男人 经过此事后小兰已经封心所爱 便决定收拾东西与女鬼一起离开 临走前她还给警察留了张字条 劝她不要再纠结此事了 那些男人的遭遇全都是罪有应得 而自己也会带着女鬼去别的地方 惩治渣男替天行道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